好 這是我們的大腸 我們大腸裡面有很多黏膜 黏膜是很多腺體組成的 大家看這個黏膜裡面就是一個鋸鎮 每一個頸就是好多好多小粒小粒的 這個是黏膜細胞好幾顆 構成一個大腸裡面會分泌黏液 接觸到這個糞便很容易突變 那我們大腸的黏膜細胞分裂很快 六天會分裂一次 啟動當然由細胞裡面的細胞額的染色體 待會我一個動畫更漂亮會介紹這個染色體 然後它六天會分裂一次 所以因為很容易分裂 很容易受到這個環境的致癌物影響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 剛剛講的那些分子 致癌分子 代曜辛等等就是會加速不正常的分裂 使它加速就是這些像代曜辛 益凡 這些很特殊的分子 那現在已經這個只是分子很小喔 會跟細胞膜上面有一個接受體 我們叫弱氨酸動態酶 一結合的時候立體構造改變 然後漂浮在細胞膜的兩個改變構造的 不小心噴在一起就會 延伸出很多訊號出來 都是磷酸化的訊號 那這個都已經科學都知道 這個名稱都知道 經由六個 一個 兩個 分子 第三個分子 這個次序也知道 pass到第四 第五 第六個分子把它 訊號帶到我們的細胞核 通知DNA 那進入我們的細胞 細胞的構造就是很多管子 奈米構造 然後從中間有一個細胞核 細胞核有一個窗口進去核窗 裡面是另外的世界 裡面都是螺旋狀的染色的DNA 螺旋狀的 都很穩定 由這個黃色的穩定蛋白質結合起來 那個訊號進去做什麼呢 開始啟動很多的酵素 開始把分解 把雙骨的DNA 自動拆成單骨 那一條就變成兩條 那每一條再copy 自己結合對應的核甘酸 最後開始兩套了 細胞就分裂了 意思說 我們吃人這些東西會刺激它分裂 但是我們人體有一個節制的構造 分裂五十次左右 六十次左右 會自己凋零死亡 那癌症就是這一群不會凋零的 兩個 四個 八個 十六 三十二 六十四 一二八 就一直這樣長 那個接觸到這些致癌物 長長長長長到一個 一個size 一個大小的時候就長不下去 因為這營養沒有那麼多啊 你也要一些物質來供應它生長 所以一般是多大呢 0.2公分 到了0.2公分就長不下去 這個時候 癌症 癌腫瘤要繼續長下去 一定要跟我們的身體 接瓦斯 接電 接自來水 它會分泌一種分質 我們叫做血管增生因質 刺激人體的微血管細胞增生 沿著訊號來源長進去 就是所謂的看筋 血管新生 這是很要命的一步驟 腫瘤遇到這個步驟就不得了了 血管把它長進去 原來沒有血管喔 結果我們人體乖乖地長血管進去來餵它 一發不可收拾 如魚得水 長得好大好大 腫瘤長到相當大的時候 這個新生血管也變得很大條 我們的腫瘤就會流出去 腫瘤乖乖長在那邊不會害人啊 可是這個跑出去才可怕 癌症就是會轉移的 不會轉移的就是良性腫瘤 這個會跑出去的不得了 剛開始只跑進去幾顆沒關係 剛開始我們的人體的免疫力還很好 大部分會發現這個 不同的癌細胞 這個是異類 會經由免疫系統把它消滅 可是總有一天有漏網之餘 從大腸經由肝門精脈 最容易跑到肝 我們腸癌最容易跑到肝 跑到肝臟的時候 肝臟的免疫系統又沒有察覺它 讓它活下來冒出來 就是產生所謂的肝臟轉移 癌症最可怕就是這樣 它的細胞到處亂長 到處把我們人體破壞掉 乖乖的長那邊不動的話 都是良性的 會轉移的才是惡性的